12月22日迎来了一年的冬至 都说冬至过后就是元旦了 2022年接近尾声 马上要迎来2023年了 在冬至这一天 明星演员纷纷晒出自己的营业自拍照 首先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娱乐圈男神肖战的照片吧 肖战发文冬至快乐晒出帅气的照片 画面中肖战顶着厚厚的发亮 发型帅帅的围着深灰色围巾 身装一件浅蓝色纹衣 搭配蓝色牛仔裤和白色运动鞋 置身在竹林里 竹林里不仅有竹子成林 还有好多其他树木 最美的画面是下着小雪 雪花落在了肖战的头发上 也落在了林间和湖面 林间绿色夹杂着雪花的白色 再加上远处的门龙的雾气 如同一幅山水画 肖战就是画中的美男子 肖战的穿搭也很英景 只见肖战手里拿着雪球 还雪时而仰望远处的风景 大家再看看 龚俊冬至在干嘛呢 他呀 在吃饺子呢 龚俊工作室 帅出一组龚俊的帅照 画面中龚俊身穿一件 深蓝色毛衣 毛衣前面的图案很亮眼 满满的稳一半 龚俊在餐桌前吃着饺子 从他表情就可以看出来 这饺子很香 但龚俊的吃相很文雅 王鹤弟冬至在干嘛呢 他呀也在吃饺子呢 他晒出一组吃饺子的照片 配文冬至快乐 来盘饺子 画面中 王鹤弟戴着眼镜 抿着嘴 看起来很馋 眼前这盘饺子 他身穿一件灰色上衣 手里托起一大盘饺子 相比龚俊文雅的吃相 王鹤弟似乎更加放得开 作为演员 他们工作的时候很严谨 表情动作都要表现得很到位 闲暇的生活里 他们看起来放松了不少 以上欣赏了肖镇 龚俊 王鹤弟的冬至帅照 大宝眼部 确实被他们的颜值帅到了 冬至时节 也是即将迎来新的一年了 大家今天吃饺子了吗 吃的什么兴得饺子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